那我早上早上起來呢 第一個也是先就是敲敲我的百慧 敲36下 接下來呢敲敲我的心窩 聽說這痰中穴嘛 那我們做CPR的時候也做這裡 氣劇痰中 氣血痰中 所以我就第一個 這樣子敲36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春天容易感冒 所以我敲敲 聽說這是跟肺經有關 它這個是怎麼 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人的循環 肺的上面這個三分之一 循環因為你的肺循環跟體循環 在這裡要平衡 所以經常這裡都缺血 所以人呢容易生病的 就這個上三分之一的位置 氣血到不了 到不了 所以你這個去打它 就把原來容易的老的毛病 可以幫忙把它打出來 對有的時候我覺得一打一打 它彈了什麼都出來了 對對對 因為這個地方是人最容易 最容易激了救傷或者是感冒的地方 好所以我就敲敲這邊 這邊敲36下 這邊敲36下 那除了心窩另外一個抑菌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一窩 所以我一窩呢 我也會各揉壓 這個就是剛才我在抓我們林師傅的時候 他一直笑個不停 因為那個位置是你感冒美好乾淨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會酸 這裡喔 其實你是要抓裡面有一條筋 你要抓到那一條筋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一條筋 是你感冒美好的時候 那個筋就一酸就一直流近 你抓它它就會酸酸的 在往裡抓 在裡面 往裡面 在這裡 在這裡 往這裡 就要抓 你也要抓到那個筋 換它酸溜溜的 我以前只是這樣子柔壓 對 不要抓那個筋 終於抓那個筋 精才是重點 就更好了 那個精才是重點 然后呢我还会敲敲我的肩膀 这顺便拍到这个肾 这样子 也是36下 接下来呢就敲这里 另外接下来就是敲胆筋了 就是拍 这样子 也是拍36下 因为它等于调和那个246跟369 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全这个脚呢 前后左右给它拍一拍 就到圣经去了 最后收要收在圣经 所以我是做对了 对的 所以我做了这样子以后 我发现很少 不会腰痠 而且这一次你比我半年来 又年轻又漂亮 真的 所以就是筋络要常常通通 所以这个方法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不妨在家里面呢 都可以学一学 我用来很少许多语 所以我用来老子 我用来说 我用来看 还用来太多语了